说 说 唱 男子两位 狗哥 月狗 我 呃 你今天再说一点什么 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心事叫我出发 那除了刚刚我们的女明星之国人 对节目来说 你的感受怎么样 问到现在 我觉得其实 我们北美赛区的选拔 这三位 有没有一些关键词 一些特征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放下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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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觉得这三个特点是这样的 呃 一个人是一个厨师 然后一个人是 设计师 还有一个是 呃 呃 会功夫 呃 这样的三个职业的说唱部分 对 就比较特别 也是来自不同的职业 确实 诶 诶我终于知道 你觉得他说的对 然后他说的不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 哦我只是随便说一说而已 好 呃 呃 好了好了 大家学起来吧 反正也可以随便的一个很语气的感觉 一种HIPHOP的感觉 好 那 新闻能录制到几次 呃 军品 梦之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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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为什么会主张的一个名字 就是因为觉得 呃 很厉害 很强 一只梦伴强 对 对对对对 就是 就是 像做梦一样 啊 太强了 不太真实 做白日梦 哈哈 是个 那所以 问一下 天和精英联盟 天和精英联盟 发音要不要准 我觉得 已经 没事没事没事 OK好 我看好什么 对 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吴老师 不客气 不客气 我觉得 吴亦凡之队 刚才那句 已经好像没有玩了头话 而你们叫什么名字 你们的名字好像不太好记 这一句很狠啊 这一句 好了 能感受到 既有互相 开玩笑 和精英联盟 想干掉我们 就是做梦 哦 帅哦 好了 那其实我相信 每一个战队 都已经是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的 因为毕竟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 从跳起来非常喜欢的选择 包括自己刚才也提到了说 印象很深刻的选手都在自己的赛队当中了 没有杀手锏 因为每个人都是杀手锏 哦 哦 OK 怎么样 拍摄想说什么 我跟我玩开 对不起 对不起 请记住 你这样真的很容易被等纸点成鬼主 不好意思 等纸歌以上是我的预测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屏幕面前 已经录下来了吗 大家都已经录下来了吗 看主播的小伙伴 保留住好吗 刚才那一段 OK 这是我们可以觉得的 那 那 这段哥哥你觉得呢 有没有什么好想 耶 耶 那边是这一段 这一段 很好唱的一段 这一段比较适合子吉他 那仔细solo吧 这是主题给大家给我们尖叫声好不好 这样说啊 想听走歌的现场 就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 好 所以在这个话其实顺下很大哦 在节目里会有 所以你不要再问了 哦好 有一点前面好不好 就像我们刚刚 无一般这个人说的 想听说有个现场 还是要保留任何的前面 到前面里 好不好 OK 那 有没有觉得 紫棋 中卓新说唱 墨镜天团 正式出道 我们这次也是 很用心的为大家准备了 很多很多的惊喜 那中间的媒体老师 同时我们来照顾一下 我们左车的媒体老师 好不好 有我们右边的 媒体老师 好 谢谢各位的光明 那我们今天的发布会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锁定爱奇艺 锁定比特 中卓新说唱 7月14号不见不散 接下来进入媒体评访时间 我们赶快把舞台整理一下 然后 下来进入媒体评论 azo下来进入媒体评论